所以做法是這樣 你先用吸這個水桶 然後到第一個攝影棚 裝滿水以後 把它帶出去 那我們把水桶帶到第二個場景裡面 那我們就要用葵益齊 吸這個水 然後把牙這邊澆水 這樣牙就會長大 很容易把它們都解決以後你就上去 我上去拿這個 火炬啊 我沒有火的火炬 所以從第二片場拿到的火炬 來到第三片場 這個火炬 來點火 有沒有很有梗 去燒 這個蜘蛛網 我們大聖宮就會跑出來了 所以我們拿到最後的膠卷以後 我們就把大聖宮還給我們的導演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路易及羊樓3 我是問惟 在我們開始解關之前 大家先用風吹一下這個直升機 裡面有一個膠卷 這個樓層裡面我們要蒐集的是膠卷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蒐集的膠卷 我們有六個膠卷要蒐集 我們拿到第一個 那進入去解關之前 我們需要一個鑰匙 鑰匙在這個地方 那怎麼拿到這個鑰匙呢 是這樣子 我帶大家去拿 我們先走到這個地方 我看到一個電視 你就用光開啟這個電視 開啟這個電視以後 你按X 路易及就會隨著這個電視 從這個電線 一直一路繞出去 繞到剛才那個放鑰匙的地方 像這樣 他就穿越了這個電視 一路到外面去 這個地方 我之前卡關卡超久的 噁噁噁噁噁噁 後來我發現是這樣子解 我 在還沒有解的時候 我連左邊那個 會動的這個 竿子 我都覺得好奇怪 是不是有藏什麼東西啊 每個地方都試過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這樣子解 這樣就可以用你的馬桶蓋 把這鑰匙拿出來了 那繼續去解關囉 在這邊有一個隱藏的消防栓 把他照出來 這個也可以把他打開來 那在這邊有那麼多畫 有一幅畫特別 跟人家不一樣 好像有機關的樣子 是這一幅畫 你用你的 呃 把他桶蓋 把他吸起來 把他吸起來 哇 那這邊有一個拳擊手套 這個手套我覺得沒什麼用 我之前在卡關的時候 我用這個拳擊手套 然後 想說要來打這個外面的這個 這個 箱子喔 後來發現不是這樣 打 打外面這邊還有錢耶 還是這個手套 是為了要來打錢的 打音響 原來是這樣嗎 我之前沒有發現 啊 錢錢錢 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出發了 從這邊走 打開這個機關以後 到這邊拿我們的 第二個膠卷 這樣子 把它吸起來 裡面就會出現一個膠卷 這是我們拿到的 第二個膠卷 用葵藝集進去拿 當然要把這邊的東西都拿一下 整理一下 這邊呢 也可以把它打開來 叫我們的葵藝集進去 應該有很多很多的錢 金塊會跑出來 好 那接下來是這邊 這個 用 馬桶蓋把它吸掉 然後這裡喔 地毯這邊 可以把地毯吸起來 這邊又有一個 膠卷 這是我們第三個膠卷 好 而且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往這個 門裡面進去 這個 關卡 就是要幫助 一個導演 找他的這個 大聲工 紅色的大聲工 假的 那我們先跟他講話一下 他說他丟了 最重要的什麼東西呢 別鬧 我那鮮紅色的大聲工啊 你到底去哪裡了 我覺得翻譯的超好的 可以翻出大聲工 那 呃 所以我們要幫他找大聲工 那我的 解法是這樣子 我先把每一個攝影棚都 走過一回 這樣子 比方說我先去這個 第一個攝影棚這邊 我就每個都先走一回就對了 那你 你進去每個攝影棚的時候 你就先把這個電視打開來 這邊 那跟剛才一樣喔 就每個電視都可以 從這個電視 從這邊這樣穿出去 穿到剛才外面這個地方 好像這樣子 我就把每一個電視 每一個這個都打開 啊這邊有個這個小金剛喔 他會抓你 很有趣 不要被他嚇到了 走跨近他的時候 就會被他抓到 好 好 SRZL 裡面就會出來一條狗 然後給你很多很多的金幣 喔這邊有好多錢 好那我們現在來進去第二個攝影棚 然後你把第二個攝影棚的電視打開來 腳我用從第二個攝影棚穿回去 第一個動作就把每個攝影棚都打開來 接下來是第三個攝影棚 我也是一樣 什麼都先不做 欸這邊要做一下 我怕等一下要忘記了 這邊有一個 膠卷 有個小鬼喔 他有一個膠卷 膠卷在他身上 這樣把他殺了 膠卷就在他身上 這樣我們就拿到了第四個膠卷 好那接下來我來把這個 電視打開來 在這邊 第三個電視也打開來了 我們現在剩下最後一個攝影棚 在剪最後一個攝影棚之前 我想先進去 回去每一個攝影棚 然後把每個攝影棚的場地都清理乾淨 我先回去第一個攝影棚 然後把攝影棚都清乾淨 這樣其實我就沒有什麼就亂吸喔 就跟大家解法一樣 這樣你碰到 在第一個攝影棚會碰到一個小鴨子 小鴨子會掉下去 然後我就把這些東西都整理一下 吸乾淨有錢就把錢吸掉 好 放乾冰的機器也有錢 好 第一個攝影棚我算整理乾淨了 我接下來去第二個攝影棚 這樣每個攝影棚都整理乾淨一點 這邊有金塊啊什麼的 這邊我可以進去拿錢 看不到 但是聽到聲音應該有很多錢 第二個攝影棚我也大概整理好了 那去第三個攝影棚 好 傷心的導演還在這邊傷心 好 那第三個攝影棚我也來整理一下喔 這邊有好多紙鈔 下水道這邊 下水道這邊 這店裡面都可以進去 裡面都會有一些金條 一些錢 然後可以上樓 上樓有很多金條 然後再更上一層樓好像有珍珠 這邊 不要錯過了 然後還有啊這個網子後面也有東西喔 可以叫奎翼集進去 我會知道這麼多是因為我之前卡關卡超久的 然後我在想說這個網子後面有什麼東西啊 還找奎翼集進去拿沒有東西 就是一些錢而已 好 這樣這樣 我第三個攝影棚我整理好了 我們去開最後一個攝影棚 好 這發電設備給他一個馬桶蓋 裡面應該也是有錢 好 那第三個攝影棚我也整理好了 把錢都吸好了 那今天還是最後一個攝影棚 順序就是你把每個攝影棚都開了 這樣我的解關順序就是 你開這個第四個攝影棚 這邊有錢 拿起來 把該吸的都吸一下 這邊就是有大聖宮的地方 所以我們最後來這裡 好 那這邊有我們的另外一個膠卷 我們派奎翼集進去拿 我之前在那邊也是卡關卡很久 我想說這個要怎麼樣 放馬桶蓋進去嗎 還是要兩個一起發馬桶蓋 後來原來是奎翼集進去就可以了 我們拿到我們的第五個膠卷 每個攝影棚都來過了 我把最後一個攝影機也打開來 最後一個電視也打開來 我們把每個攝影棚都打開了 接下來就到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這樣子 這個電視除了可以讓你穿越每個攝影棚以外 也可以讓你把東西帶到攝影棚裡面 如果你把東西從門這邊 從這個門直接進去的話 東西沒辦法帶過去 但是如果你通過電視的話 東西可以帶過去 所以做法是這樣 你先用吸這個水桶 然後到第一個攝影棚 把水桶丟下去 然後回來攝影機這邊 用這個相機來看 就震到拍片的現場 叫奎翼集出來 然後用奎翼集喔 檢查這邊 這個景 鏡頭就會慢慢的zoom in喔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個遊戲真的超有梗的 就會發現 有一個鬼 不要被嚇到喔 他就會拿這個水桶 不過裡面就裝滿了水 裝滿水以後 我們就按B返回 所以現在剛才是空的水桶 現在就是有水的水桶 我們就把這個有水的水桶拿著 這樣把它吸起來拿著 這就是有水的水桶 所以我們可以 又透過 電視喔 把它帶出去 我在這邊卡關超久的 後來我悟出來這個 真的覺得這個遊戲實在太神奇 太有梗了 所以這是我們的水桶 那我們把水桶帶到第二個場景裡面 好 先把水桶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中間這裡 好 然後用我們的相機去看 到拍片現場 然後叫我們的奎翼集出來 哇 是一個工程技 然後發現 把這個下面的車子打壞以後 有一個牙跑出來喔 那我們就要用奎翼集 吸這個水 然後把牙這邊澆水 這樣牙就會長大 我先來解決一下這些小怪 解決這個小怪的第二個部分 會有人拿盾出來 有些小怪會拿盾 那這個拿盾的 就可能要用吸盤 用你的馬桶蓋先把它吸 把他的盾吸起來 你就可以用光照他 吸起來以後 你就可以用光照他 這樣 很容易把他們都解決以後 你就上去 我上去拿這個 火炬啊 我沒有火的火炬 把他拿下來 把他拿下來以後 就可以返回 這樣 我們就 拿到這個火炬 那我們把這個火炬 從我們第二片場 帶到第三片場 這樣我們還是出去 這樣就可以把東西帶到 帶出攝影棚以外 所以從第二片場拿到的火炬 來到第三片場 要霧出來這個真的超不容易的 要霧出來這個真的超不容易的 到第三片場以後 就把火炬放在這個地方 好接下來還是透過相機去看 要上演一個火災情節 叫奎益齊出來 哦 是不是超有梗的這個遊戲 火災了 火災了 這是有消防隊 消防隊員 你要怎麼樣對付他 你要先讓ZRZL 把他們的裝備震開來 然後再用光照他們就對了 這樣 像這樣我示範一次 正下來光照他 把他吸起來 他們幾個解決以後 還有我們的消防車 消防車出現了 這就比較好解決 給他一個光就對了 光照他臉 收他屁股 這樣我們把這些怪的解決以後 我們就用這個火炬 來點火 有沒有很有梗 點火以後 我們就返回 所以現在這個火炬有火了 我們就把這個 有火的火炬 拿到第四攝影棚 拿到第四攝影棚這邊 好 那把這個火炬放在這個攝影棚這邊 放著 再按ZL放著 放著以後再透過相機去看 這邊 那我就叫奎一吉出來 當我們的主角 給他一個 馬桶蓋 我吸出來會有一個蜘蛛 蜘蛛會被火燒死 除了蜘蛛會被火燒 欸我先把這個蜘蛛先吸一下 裡面有好多錢 好 都吸好以後 我就拿這個火炬 去燒 這個蜘蛛網 我們大聲工就會跑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 導演要的大聲工 把大聲工吸起來 我們就可以返回按B 阿 這樣大聲工就出現了 我們把大聲工吸起來 到電視這邊 我們就可以把大聲工拿回給導演 我在給他之前我先把他放在這邊 我等一下再給他 先來整理一下這邊的東西 好 我整理好了 在我把東西拿給導演之前 我先回去第四個攝影棚 我先把他放在那裡 這樣 第四個攝影棚裡面還有這個 火炬喔 在這裡邊 火炬 我把火炬也拿出來 等一下我要用到火炬 把火炬也拿到外面去 好 把火炬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以後喔 呃 我們去拿我們最後一個膠捲 做法是這樣子 把路易吉 放到這個台車上面 叫奎益吉在這邊 開機關 這樣 路易吉又上去這個機關 這次這邊有個包裹 把這個包裹拿下來 這個包裹是一個冰塊 這冰塊受到那個火焰 剛才馬上就被火焰燒到了 我們就拿了六個膠捲 把膠捲都拿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大聲公 拿給我們的導演 我會先拿膠捲是因為我怕我忘記 怕之後打BOSS 高興以後就忘記拿 我們最後一個膠捲了 所以我們拿到最後一個膠捲以後 就把大聲公還給我們的導演 所以我們的路易吉要當明星了 相當有明星的潛力 我的創作力被激發了 我們就要訂五攝影棚 導演要拍片 其實是要打BOSS 開始拍片了 來,Action 所以很像那種以前日本的那種 超人片 超人片大跟恐龍作戰 這時候 就會出來一個恐龍 有沒有 有梗 恐龍會吐出一個東西 做出一個電球 你不用怕,你就把這電球用吹的吹回去 吹吹吹吹吹吹回去 好像比內弓的感覺 很好,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可能會生氣發好多火球給你 來來,發火球快點發火球 來來來,火球來了 綠色的喔,這個 綠色這個球除了用路易吉來推以外 還需要有回易吉一起推 兩個人一起推 這樣,他就被我們打敗了 他等一下又要吐火球 吐火球 生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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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顆生氣了 來囉 來囉 快點,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快點 好像這樣 這最後一次打他了 這個時候也覺得蠻有梗的 還有鏡照喔 就是要按A 特寫鏡頭 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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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把恐龍打死了 然後出來一個小怪 喔,這超好解決的 用光照他就好了 叫我其實隨便亂照 我沒有看到他 因為我知道他就在附近要打我 所以我們就拍了很好的作品 導演很滿意 給我們一個按鈕 好高興喔 還拍好了這個成品 他要去撿袋了 到導演室裡面 我們就拿到了按鈕 好啊 那我們就過了這個 攝影棚的關卡 在過之前喔 大家也可以去導演室 把導演這個鬼抓起來 也可以不要 也可以要 那我就要 因為我們是百分之百破關的功率 所以我們要打開導演室 導演在這邊剪帶剪很高興的時候 我把他的地方喔 整理一下 這樣我把他的房間都整理乾淨了 如果這個時候你跟導演講話的話 導演不會理理 他在忙 你看他會說 我在忙 不要打擾我 可是 我要把你收服 我要把你吸進去 就用光照他 大家有看到嗎 我們在收服這個導演的時候 最後他被吸進去的時候 還要這樣子 身為一個導演 像每次 這個怪被吸進去的動作 都不太一樣喔 蠻酷的 覺得這個遊戲 那我們就解決了 完全解決了這個關卡 那就感謝大家收看這一集的 路易吉羊樓3 那當我們到電梯裡面的時候 會發現喔 這個按鈕會被貓拿走 不過那是我們下一集的內容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 喔對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